味道特别好 买的少了 兄弟们 一到福建泉州 正式开启逛池模式 西街走起 地标钟楼 这也是西街的头 开源是福建地区最大的国教寺庙 这人一个字挖挖的 拿着这个地图 开始买起来呗 WOW 亚福润饼皮 行给我拿一个 满煎糕 冬瓜花生的会比较香甜一点 阿琴姐石花糕 石花嫂 可以喝的可以吃的姜母鸡 冬街钟楼肉粽 已经在车里连续睡了4天了 所以今天晚上住酒店好好洗个澡 然后也把衣服洗一下 刚刚买的东西带回来了 看看我都买了什么 首先这个是一份姜母鸭 然后这是一份 泉州的特色肉粽 据说里边包的是海鲜 不是肉 接下来还有一个 这个叫润饼 我看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还有一个叫满煎糕 挺香 这边两份是石花糕 一杯是喝的 一杯是吃的 最后还有一个 据说是福建年轻人都喜欢喝的 你们懂的 先来试试这个润饼 舌尖上的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饼单纯看上去有点像 那种薄薄的煎饼 然后里边是裹着菜 豆角 然后胡萝卜 然后那个像 细细的那个是不是 那个叫石膏花 的那个花呀 那个阿姨跟我说 有很多本地人 他会专门买那个润饼皮 然后呢回家自己包菜吃 看着很不错 时时刻应该 来一口年轻人都喜欢喝的 第二个买的是满煎糕 也是一家老字号 很多人会慕名找过去 老板人很好 他知道是我一个人吃 才知道我吃不完 所以说卖了我一小份 这个是 半份中的半份 它是 呃 饼中间夹了 这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忘问了 刚买的时候也没看着 尝一尝 闻着就很香 闻着就很香 它中间夹这个馅儿 有一种什么感觉呢 有点像五人月饼里的 那种感觉 但是又不一样 接下来咱尝一尝 姜母鸭 据说这鸭子 凉了就不好吃了 抓紧时间冻块 嗯 很嫩 很入味 这个年轻人喜欢喝的 七块钱一小罐 稍微有那么一丢丢 故意是很小的那种超市里买的 但是 喝上去的感觉有点像 精亮 有那么一点点意思 但应该不是精亮 这个鸭肉啊 我看是在砂锅里做的 我觉得呢 火候很到位 它没有蹲得特别烂 有嚼劲 比较入味 我在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啊 我是跑了好多个地方 一家一家都是分散着的 正如那句话啊 景点 都是忽悠游客的 像我在景点里买了 这个 和 和这个 都是老直号 但是呢 旁边没人 就其他的反而排了很多 对 像这种很出名的 很不起眼 然后反而也没有人买 去了就买 而且我福建这边的朋友 给我推荐的 这些小吃的店啊 都没有集中在 那条西街的很核心的位置 都是在别的街上的 街头巷味 姜母鸭啊 绝对下酒好菜 如果有人说 福建这边口味太清淡了 我吃不管 来吃这个 我告诉你 供你喝好几瓶的了 味道特别好 买的少了 再来试一下 这个里面包了海鲜的肉粽 这个头上应该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莲子吧 这个应该是鸡肉和鸭肉吧 我点的是最经典的那种肉粽 这又是什么 刚才那个是一块香菇 这完全看不出来都什么是什么呀 它这个皮上呢 发红可能是加了什么料吧 虽然跟嘉兴那边啊 都叫肉粽 但嘉兴那边里边是猪肉 它这里边呢 看着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 但是味道跟嘉兴的不一样 好吃 前面几样呢 肉也吃了 油也吃了 吃到最后是不是都解个腻啊 来一份石花糕 看这旁边啊 应该是能看到一些杂质的 老板告诉我 有杂质的才是最好的 你看那种 晶莹剔透的啊 那都不纯 说不定还不一定什么东西呢 是不是 哇 拿勺子往里挖的话 很有韧劲啊 石花呢 是长在海边岩石上的 一种花吧 应该是这样的 尝一尝 冰冰凉啊 有点像 很有韧劲的 那种冻 嚼到嘴里之后呢 又很有口感 然后又没有什么怪味 淡淡的那种清香 冰冰凉 吃到嘴里 石花糕吃过之后吧 这个是用石花 做的 一种饮品 老板也跟我讲呢 这种饮品里面也要看 就是像有一丝一丝的 像有一些絮状的东西 这种才是 非常正宗 这种 石花做的饮品啊 跟这个 石花糕的味道 还不一样 虽然都是同一种东西做的 这里的这种絮状的东西 应该就是那种打小的石花糕 淡淡的感觉 我刚刚算了一下 8块钱的 润饼 5块钱的 满煎糕 8块钱的 石花糕 7块钱的 石花糕的饮料 当然这两种啊 任选其一我觉得就OK了 其实我推荐这个 一个鲜肉粽 8块 一份姜母鸡 这是已经吃完的 这个是最贵的 这个25 一共花了62块钱 560块钱 就可以吃到非常美味 正宗的 泉州小吃 OK 那我们这个视频呢 先到这 下个视频见 拜拜